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5月28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要討論在去年8月 潛逃離開香港的民主黨元老李永達 今日又再高調現身 甚至表示自己在未來6月將會有大搞作 而剛好在6月份 黑暴宣佈了兩大活動 第一個是6月12日又要發起遊行 第二個是6月1日將會推出 網上線上版的所謂時代革命電影 這裏又和李永達有甚麼關係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討論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近日在美國和台灣那邊 不停傳出一條影片 而這條影片來自一名聲稱是 美國的軍事專家和專欄作家 就說目擊到解放軍在南海發射導彈 差點擊中客機的影片 稍後會有這條影片給大家看 這條影片十分驚人十分驚嚇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即是要看到導彈和客機擦身而過的一刻 但這件事經過我仔細探查後 發現他們老屈解放軍 老屈我們國家的成分居多 為何這樣說呢 稍後給大家分析和影片分析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下方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 就要說說在去年2021年8月 拋棄了他們民主黨的一群手足 而自己潛逃的李永達 她老婆在同年8月已經在香港處理好私人財產 跟著李永達去了英國 而近日李永達又有新消息 就是她正式退出民主黨 民主黨中常委表示收到黨內元老 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和她老婆 也就是前屯門區議員陳樹英的 退黨通知 李永達表示自己離開香港後 一直都是低調 而今次她最主要退黨的原因 就說自己已經身處在英國 退出民主黨對於民主黨影響不大 反正她無法繼續擔任民主黨副主席一職 即是無法在他們的主席 胡志偉在監獄中 她無法在外面繼續幫胡志偉做事 所以她決然要退黨 這樣也對 人離開了香港 留著香港的東西也無謂 看來你李永達也不會回來香港 Sorry 不是不會 是不敢回來香港 對吧 這次李永達失蹤 消失了幾個月後 突然之間又爬上水面 近日接受劉慧卿 也就是她前黨友所創立的網台 在節目上表示她離開香港後 一直低調 這次接受劉慧卿的訪問 是首次的公開活動 她說自己本身的理念和民主黨一致 但自從去年8月左右 她潛逃離開香港 去了英國後 她發現自己無法履行民主黨工作 而她又做不到黨員 因為她在英國對於當黨員 又無法履行黨員的義務 更加幫不了民主黨 所以她決定離開香港 而她亦大爆說自己離開香港前兩天 依然在跟劉慧卿吃飯 但沒有透露給她聽 就是自己打算離開 而劉慧卿亦直指 李永達當時的確沒有說過 而她離開香港的決定很闖絕 短短幾個小時已決定要撿包袱離開 而且李永達逃走得非常急 連核酸檢測也沒有做到 最終飛機上不到 要立即補助一個核酸檢測 要等幾個小時才可以上飛機 而李永達更加表示 其實她一早有想過要離開 但初初未學好決定 她說在2021年1月開始 已經收到很多消息 說她會處理 所謂的國安署 會處理支聯會 民陣 蘋果日報等等 而她從一些渠道知道相關人士 是真的想移動他們 所以最終她收到的消息越來越多 令她要考慮香港是否真的 可以讓她繼續留在這裡 會否成為朋友的父女 所以她決定離開香港去英國 這裡很奇怪 到底李永達為何會收到消息 在2021年1月 亦是蘋果日報依然未被人剷 而蘋果日報是2021年6月被國安署封鎖 但2021年1月已經收到消息 到底這些消息是何來的 而另一個重點是 李永達說不想成為朋友的婦女 這個所謂的婦女到底是甚麼 如果單純是李永達被人拘捕 那是她對家人的婦女 但她說對朋友的婦女 這意思是她很大機會抵受不住牢獄之災 如果上法庭就像黎智英跟了她29年的周達權 專門為特赦證人 把她們拘捕出來 為免自己成為新一屆的炮灰 所以她決定離開香港 估計原因就是這樣 但李永達今次公開表示 說自己已經安頓下來 她會繼續做一些違反國安法的事情 而她更加說她預告6月開始會在英國有所活動 而她沒有公開說到底這些活動是甚麼活動 她說她會繼續說關於香港的事 她亦預料會被指干犯國安法 到底她所說的香港是甚麼 為甚麼會違反香港國安法 你在英國生活舒服吃炸魚薯條時 為甚麼會影響我們香港 估計跟未來6月有兩場黑暴活動有關 首先第一個活動比較近 就是6月1日 6月1日有一群黑暴小黃人 決定在網上出售一套他們自以為傲的黑暴電影 叫做時代革命 相信大家在黑暴時期也聽過這個名字 一聽到這些名字就知道 肯定是黑暴 這個所謂時代革命 就是將2019年的黑暴事件 他們就剪輯一些相關的影片 然後就拍成一部所謂的紀錄片 然後就曾經在多個不同的國家 在一些所謂的遍地開花的場合上 曾經公開播放過 他就說因為擔心其他國家或全球 不是那麼多人看到 所以決定在網上預售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大概長一小時左右 整段影片就是將他們在黑暴時期 所做過的事美化他們 然後就剪頭剪尾 就將他們被人拘捕 被警察打的那些片 全部都放進去 但他們打警察 放火 用暴力的那些全部不放進去 甚至他們掌握警員手指 全部不放進去 就只是放他們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些就是他們的威力 所以接下來6月1日將會公開預售這段影片 我初步看過他們的預告 我覺得這段影片十分危險 危險的程度 就是會令人誤會2019年的香港 真的發生他們所謂的一個革命 或者是他們搞港獨的事情 就令人誤會了他們是英雄 因為我看完預告片之後 我發現他們那些影片本身的製作 他們的拍攝技巧 其實是有預謀的 即是他不是單單2019年 偶發這件事件出來 然後有些記者在拍攝現場 把記者的影片剪輯回來 他不是 我看到他們那些影片 是刻意地針對某幾位所謂影片的主角 是貼身跟著他們去拍攝 而這班所謂的主角 正正是攬炒派的頭號人物 到底這段影片的有預謀拍攝 到底是當時為何會想到要這樣拍攝 還是他們本身整個計劃是有預謀 然後預計了他們整個路線圖 就預計了其中一部要出現這條時代革命 所謂的紀錄片 我多敢肯定這條紀錄片 肯定是不實的資訊 甚至是剪頭剪尾 只是單邊播放 這是肯定的 未來李永達會不會關這個事 這裡大家評估一下 但第二件事我估計是跟李永達相關的 就是有黃人呼籲6月12日又要再次上街遊行 早兩天我收到有粉絲爆料 就說6月12日有些小強打算出來又再搞事 我們看看不是吧 國安法生效 我們的警方也加強了訓練 你又出來搞事 有沒有人理會你 現在疫情剛剛放寬 那些人和你去唱卡 喝酒 打麻雀 打火鍋 去方艙醫院玩也好 都不會理你去遊行 結果我一看這張照片 幸好是客人 為何這樣說 這張照片給大家看 612再在 黃傘為民 準時下53點47分 為何是3點47分 我真的不清楚 但下面小小字寫著 就是聖Peters Square 即是曼城的聖彼得廣場 即不是我們香港 是英國 當然這個到底和之前6月1日 要決定出這所謂時代革命電影有無關係 跟李永達所說6月份開始有事做 開始會公開 有無關係 是否那群幕後策劃人收到美國的命令 要在6月開始繼續圍攻我們香港 繼續針對我們港區國安法 繼續抹黑呢 這裏很明顯的 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知 這裏大家在下面留言區自己評論一下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我開始看的時候挺驚訝的 就是我在一個台灣的新聞媒體上 看到他發佈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是解放軍疑似在南海發射潛射飛彈 民航客機緊急迴避影片曝光 我看到影片曝光 按下去看看 發現有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最主要流出來 就是來自於一名所謂的美國軍事專家 兼專欄作家 這位專欄作家和軍事專家說 他有一個機長的朋友 早前駕駛飛機時突然收到控制塔通知 叫他緊急避讓 需要馬上轉向90度 機師立即做了 然後看到一陣子給大家看的一幕 就是在飛機附近有一支導彈飛了出來 而這件事被台灣的媒體曝光 曝光後 為何是解放軍所做的 就是因為解放軍近日在南海做軍事演練 在此先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完後我繼續說下去 馬上去片 被uju中 Liquid 我沒有 我沒有看到 他們也有分化 我沒有… 我沒有看到 他們被解放軍事演變成 那位九尼燒 我沒有看到 我說過 哇 我們也有理解 大概是50、100公斤 我當我看到1,000公斤的水 大家看完這段影片後 十分震驚 發射導彈 然後還要感近民航客機 基本上如果根據國際上的慣例 通常有軍事演練 試射導彈 基本上一定會有禁空的通知 即是空域封鎖 以往我們國家經常有軍演 軍演時亦會做航空管制 以及做一個空域封鎖 但今次影片很明顯看到 如果事件屬實 有部門沒有通知相關空域被封鎖 或有飛機闖入 但有照樣發射飛彈 這是非常不合邏輯 而且還要飛彈發射後 依然沒有人驅趕客機離開 到底整件事是甚麼回事 我個人的想法 這個影片造假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所謂的造假 不是說這條影片是動畫製造出來的 而是它的文字根本不是真實的 這次曝光這件事是一個所謂的美國軍事專家 兼專欄作家 你問我我看到這個帖子 我覺得他不像軍事專家 他真的像一個專欄作家 這件事他也作出了 事實上這條影片或任何資訊 任何官方渠道所說的任何事 是沒有證實過或甚至曾確認過這條影片 是解放軍在南海發射飛彈或導彈 而出來的影片 而這條影片為何大家都說是解放軍 我們就要看看 這個所謂的軍事作家 他在Twitter上是怎樣寫的 他說這個影片是來自一名機長的朋友 這件事是疑似 疑似是中國的海軍發射飛彈 亦是非常接近民航客機 疑似而已 而台灣那邊的媒體是怎樣說的 台灣的媒體就說 今次的發射民航客機 其實整個消息未被證實 不過影片可信性非常高 因為根據中國海事局公告 5月19至23日在南海海域進行軍事訓練 該範圍禁止駛入 這些就是作新聞 無緣無故整條片 那條片裏面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次 這條片裏面是甚麼都沒有 純粹有片海 然後知道有群人在飛機上 拍攝這張照片 有支導彈在海上發射 然後加以文字說明 原來這支導彈是中國海軍射出的 是解放軍射出的 差點擊中客機 而且消息未經證實 但非常可信 因為 解放軍在南海曾經 19至23日這四天做了軍事演練 所以有理由相信 這支導彈是解放軍射出的 這支導彈是解放軍射出的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不如滑掉肥仔傑上去也可以 肥仔傑在南海射上去 肥仔傑在西太平洋射上去 在太空射上去 在宇宙射上去 在宇宙射上去 任他所說 大家看到這支導彈 這支導彈是甚麼資訊都沒有 純粹是那群人自己說 而且另外有一個不公自破的位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在這支導彈 大家聽下以下的片段 大家聽到甚麼聲音 沒錯 就是聽到有一群人 在笑 在說話的聲音 另外還有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就是有一個人拿著手機 疑似是他坐在客機的窗邊位 拍照導彈 射出來 我想問一下 這支導彈的拍攝角度 和剛才所說的那麼多人的聲音 像是在客機的哪個位置拍攝 像是在機艙 還是 在飛機的駕駛室 這支導彈的發佈人聲稱 這支導彈是來自於 Airline Pilot的朋友 即是飛機師朋友 如果是飛機師拍攝出來 你解釋給我聽為何駕駛室內有這麼多人有說有笑 到底是甚麼原因導致這麼多人在駕駛室內 而且拍攝角度 不像在飛機艙 不像在駕駛室內 他像在普通乘客機艙 這段影片 大家如果在網上看到這些資訊 或者看到這些東西 如果有能力也要反駁一下他們 其實在Twitter上也有人開始反駁他們 說 其實 北韓最近發射過導彈 射了一支導彈在日本海 未必關中國事 有人就醒目 立即提出 但下面的人就在說 不可能是北韓 一定是中國 你看海紀藍 肯定是南海 忍著老火 大家和一些不智能的人在智能社交平台上聊天 其實是會生氣的 OK 你在說這些是會生氣的 但我們必須要以正視聽 即是你隨便發影片出來 沒有日期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拍攝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拍攝 然後不知道那是甚麼地方 你硬硬塞一些字 中國解放軍在南海發射導彈 差不多擊中 疑似會 差一點擊中客機 你全都說了 你專欄作家 你喜歡怎樣作就怎樣作 沒錯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喜歡怎樣作就怎樣作 所以一定要認清真相 這件事已經在連登上開始發酵 有些小黃人在這裡 高夫在這裡自嗨 又說解放軍殺人 又說解放軍怎樣怎樣 我們一定要以正視聽 因為現在香港實在流傳太多假的資訊 我們一定要制止這些假的資訊 一定要找清楚真相 認清真相才可以幫助我們香港繼續繁榮穩定 擊退這些小黃人去抹黑我們祖國的決心 加速回歸我們祖國 加速融入我們祖國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